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 迦南富人的信心 我们读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西顿境内 有一个迦南富人 从那地翻出来 喊着说 主啊大位之子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 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回答 我奉差遣 直到以色列家 迷世的牙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说 主啊帮帮我 她回答 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 是不妥的 妇人说 主啊不错 可是小狗也是他主人 坐上掉下来的碎蝎 于是耶稣回答她说 妇人 你的信心很大 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 从那时起 她的女儿就好了 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这个服事 引起了 法利塞人的注意 他们从耶路撒冷 派代表来到加利利 要查验 耶稣的所作所为 于是耶稣就暂时离开那里 退到这个推罗西顿的这个境内 推罗西顿是在加利利 就是是在加利利西北 大约80公里的这个地中海港口的市镇 是在菲尼基的这个境内 就是现今的这个离班论 这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过去曾经因为他们的罪恶 深重而被神咒诅 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家囊妇人 她来找耶稣 求耶稣医治她被鬼缠 被鬼扶的女儿 在整个过程当中 耶稣考验了这个妇女的信心 最后呢 耶稣医治了她的女儿 马可福音呢 第七章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 这个家囊妇女是谁呢 我们从马可福音 可以更清楚知道一点她的背景 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 称这位妇女是希腊人 出生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菲尼基 她是一个外邦人 她的祖先是迦南人 所以马太就按着她的家族 称她是迦南妇人 过去犹太人和迦南人之间呢 是有这个仇恨的 有这个世仇的 这个妇人呢 来找耶稣 因为她有一个需要 她的女儿被鬼缠得很痛苦 她要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 她喊着说 从她的语气 从她的语气我们可以听出 她是迫切的请求 因为她是喊着求耶稣的 耶稣对这个外邦妇女的请求 却是异常的冷漠 一言不达 这不像耶稣的为人 现在我们知道 其实当时耶稣是要考验 他的信心 门徒呢 看到他一直在后面喊叫 师父有点不耐烦 就请求耶稣 打发这个妇人走开 当时呢 犹太人很瞧不起外邦人 甚至呢 称外邦人是狗 犹太人 有一个这个优越的优越感 他们认为他们是被神拣选的民族 他们认为呢 神的救恩只是给犹太人 不是给外邦人 门徒呢 看见耶稣不理这个妇女 他们可能也以为 耶稣也是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 讨厌加男人 没有把他放在这个眼里 何况呢 耶稣在不久之前 也吩咐他的门徒 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 传福音 只要往以色列加米斯的羊那里去 其实呢 这是完全误会了耶稣的心意 神拣选犹太人 差遣他的儿子 先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再由他们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 这只是次序方面的这个安排 神的救赎是给全人类的 为了要纠正门徒错误的想法 所以耶稣就说 我奉差遣直到以色列加米斯的羊那里去 耶稣是用了一个当时犹太人会有的反应 来告诉他的门徒 这是他们心中的想法 这句话呢是回答门徒 同时也是讲给家男妇女听 让他知道耶稣不是奉差遣来服侍外邦人的 借此呢来考验他的这个信心 这位妇人呢没有因耶稣的拒绝而放弃 他反而更进一步来到耶稣面前来跪拜 来拜耶稣 恳求耶稣主啊帮帮我 我们看到这位家男妇人的信心受考验 而且呢一次比一次的严厉 首先主耶稣不理会他的哀求 一言不乏 然后呢 耶稣他的门徒也请求 耶稣打发他离开 因为不耐烦他在 他们后头喊叫 所以不但耶稣对他不理会 门徒也要叫他离开 第三 主耶稣说 他是奉差遣 为了以色列的人 不是为了外帮人 这等于把这个妇女拒之门外 耶稣等于告诉这位妇女 你的需要跟我的使命没有关系 这对妇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第四 耶稣也直接的告诉他 拿孩子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妥的 孩子指的是以色列人 饼呢 是指的是这个代表神的救恩 狗呢 是指外帮人 照希腊的原文虽然耶稣在这里用的这个狗 是指家里养的那个小狗 好像宠物这样 不过呢 把人比喻 是小狗 还是很难接受的 这句话呢 很明显的告诉这位外帮妇女 她不是主人的孩子 不配得主人的祝福 因为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资格优先领受主的救恩 这对妇女来说呢 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这位妇人呢 她明明知道自己是不配得恩典的外帮人 但她仍然对耶稣 全做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她非常的这个谦卑 没有抗议 没有反驳 也没有跟耶稣争论 她回答耶稣说 主啊 不错 可是小狗也是她主人坐上掉下来的碎蝎 我们看到这个家囊妇人 她没有一点的不服 她承认她自己卑微的地位 她说 主啊 不错 是的 我是狗 我是不配的 当狗没有问题 可是狗也是她主人坐上掉下来的碎蝎 我只要能够得到主人一点点的祝福 我也满足了 即使是主人坐上掉下来的一点点的碎蝎 我也要 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坚持和谦卑 这句话也深深感动主耶稣的心 主耶稣就称赞那个家囊妇人 妇人 你的信心很大 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的女儿就好了 弟兄姐妹 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当面称赞人 她称赞那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的伟大的信心 是对众人说的 不是直接对那个百夫长说的 但是这个外邦妇人是直接从耶稣 那里听到称赞 她的信心马上得到耶稣的回应 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 她的女儿就 那时马上得到医治 家囊妇人的信心 对当时的犹太人呢 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犹太人 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民族 却不珍惜神的恩典 不止如此呢 他们还拒绝神的儿子 抵挡神的儿子 还把他钉十字架 而这位外邦妇女却如此的渴慕神的祝福 即使得到主人坐上掉下来的一点点的碎屑 她也满足 耶稣接着这件事让门徒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爱的 神的救恩 神的怜悯 是赐给所有愿意接受相信耶稣的人 弟兄姐妹 是什么让这位迦南妇人有这样的信心呢 从耶稣和这个妇人的对话 从那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这位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 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 第一 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对耶稣的认识 他称呼耶稣 主啊 大位之子 他不只称耶稣是主 他还称耶稣是大位之子 这样的一个称呼 是犹太人才用的 犹太人相信 弥赛亚要从大位的这个后裔出来 他要永远坐在大位的这个宝座上 所以用大位之子称呼耶稣 表示承认耶稣就是神应许要来的那个弥赛亚 而这个迦南妇人反而比犹太人更相信 耶稣就是神才来的这个弥赛亚 第一线见面 我们的信心也要建立在对神的认识 这个基础上 第二 这个迦南妇人 他对耶稣的能力充满信心 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 医治他的女儿 他确信耶稣是唯一能够医治他女儿的人 所以他能够坚持到底 第三 他对耶稣的怜悯充满信心 虽然耶稣说拿孩子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妥的 他谦卑接受 他承认自己外邦人卑微的地位 不配得到上帝给他选民的恩典 但是他相信 上帝一定 或者主人一定不会阻止 让家里的狗来吃掉在地上的这个碎屑 今天 许多基督徒生在父中不知福 尤其是那些从小在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基督徒 不可慕神 不珍惜神的恩典 反而是那些看到那些初心的那些的地带的信徒 他们是多么的渴慕神的恩典和祝福 第四 这个家男妇人她抱着一个对耶稣不肯放弃的信心 直到她从耶稣那里得到她所需要的她才罢休 尽管三四次受拒绝她的信心 仍然坚定不移 他对耶稣不肯放弃 弟兄姐妹 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 神总不会丢弃任何一个人 有时候我们祈求 我们祷告 迟迟 没有得到神的应允 可能也是因为神要借着 这样来考验我们 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 让我们能够对耶稣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不肯放弃的信心 以坚定的信心来依靠她 家男妇人为我们留下 很好的信心榜样 她的信心是建立在对耶稣的认识 虽然这是一个基础的认识 她确信 神是有能力的人 可以医治她的女儿 然后她也相信神的怜悯 她对神的怜悯充满信心 她对耶稣的信心是不肯放弃的 她的信心是大的 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学习 她的谦卑和坚定的坚持的信心 让我们这个时候来思考 从家男妇人的信心受考验的这个过程 到最后她的祈求得蒙应允 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她的信心对你有什么起敌呢 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恩典 你的话让我们想到 其实故事中的这位家男妇女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 也是原本完全不配蒙你救赎恩典的人 主啊 祈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 像这位家男妇人 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 也是建立在对你的认识上 相信你不但有能力 而且你也是怜悯我们的神 在目前的这个疫情和这个经济困境当中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对你保持一个坚定不移 不肯放弃的信心 我们将的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 Amen 请你继续思考 这经文如何应用在你的生命里 然后 求圣灵对你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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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